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50PLUS Healthy Cooking 我是Carol 今天為你們帶來兩道菜 第一個是我們的台式麻油雞 第二個是客家小炒 那我們先來做我們的麻油雞 麻油雞的備料就有一隻雞 這隻雞我已經切好穿燙好了 也都洗淨了 然後我們需要麻油 麻油跟酒 然後我們還需要 備料一點點紅擠 然後我先把它放在酒裡面 然後待會我們要把它撒在上面 增加顏色漂亮 然後我們最後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是我 已經先稍微煸過的薑 因為我是用葡萄籽油煸的 因為太多的黑麻油煸的話 那個薑會苦 所以我們盡量把這個 為了要口感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用我們的 一般的油 什麼油都可以然後把它煸好 然後待會我們再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還要備一些薑 這些薑呢就是老薑 因為嫩薑比較燥 老薑比較溫和一點點 那我們就洗淨以後 皮洗淨以後用刷子稍微刷一下 把上面的塵土都刷刷掉以後 然後我們就來剪薄片 好然後現在我們開始開火 開火一定要鍋熱 我們還是用中小火讓我們的鍋熱 鍋熱以後我們先下麻油 黑麻油先下去 爆我們這邊的剩下來的薑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跟我們這邊的薑會合 我們稍微等一下鍋子應該馬上就熱了 千萬記得要爆香這個薑的時候 一定要用中小火火太大的話 你的麻油一上熱的話會把那個 一焦掉的話你的薑待會吃起來就會苦苦的 口感上面就不香了 那個麻油就不香了 是變得苦的口感 好現在鍋子熱了 我們一點點麻油 我們把薑 熱鍋冷油 我們把薑進去爆 慢慢的爆 大概要爆個10分鐘左右 因為一定要把它炸成像這樣子的感覺 它有縮起來 然後待會兒再煮的話味道會比較好 然後待會兒再煮的話味道會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用的酒 是烹飪用的米酒 那一般如果是做月子的話 我們因為它這旁邊有寫烹飪用 一般如果說你是做月子的話 你可以放那個純米酒 那個純米酒的話裡面沒有加鹽 那因為我們不是在做月子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烹飪的米酒 然後我們待會兒是加一半的米酒 一半的水 那因為如果是做月子的話 你可以整罐的米酒加進去 都沒有關係 然後但是待會兒煮的時候 要大概煮15分鐘左右的話 其實所有的酒精成分都已經揮發掉了 你盡量不要讓它那個油溫太高 那我這邊的這個油 待會兒姜我會再倒回來 然後這邊的油我就不用了 這邊的油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待會兒我們做客家小炒爆油 爆五花肉的時候 可以用這邊的姜油來爆 你現在看到它旁邊已經開始有 有開始縮小了 然後開始有那個金黃色開始跑出來了 麻油雞的油來 有人說是以前他們士兵在打仗 然後都沒有糧食吃了 只有他們只補到這個野雞 然後身上有酒 因為很冷 所以這道菜的油來就是這樣子來的 後來台灣人把它做成 專門給孕婦生完小孩子的補品 或者是說其實冬天冷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來進補一下 這個麻油雞子的話 其實做起來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味道差不多了 我們可能要再一點點麻油 然後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雞下來 然後盡量把雞皮拿進去煎 煎到有一點脆脆 就是金黃色那樣爆香我們的雞皮 這個雞是我都已經切好洗淨好的了 現在讓他把雞皮炒下 我們現在用筷子把這邊我們煎過的漿也丟進去 所以雞經過這個麻油的爆炒之後味道會比較好 在這邊還是一直保持中小火 火不敢開太大 因為我怕太大 待會麻油會苦 所以我一直保持中小火 你也不用怕麻油太多 如果麻油太多 我們待會就可以把它做麻油麵線 麻油攪拌飯 拌飯吃其實都很好吃 在這邊再講一下 我們用的是黑麻油 白麻油 白的芝麻油是比較不會那麼燥 但是他們一般我婆婆跟我講說 黑麻油是比較比 所以如果做葉子的話 盡量是使用黑麻油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先加水 我們今天的水跟酒是一半一半 有的技術好的會表演特技 就是會讓火在上面加了酒以後 我是先倒水再倒酒 因為我怕這個酒到時候會燃點比較高 一下就會跑火起來 所以我是先加酒 先加水後加酒 再加點水 再加點水 水跟酒一定要蓋過雞 然後我們就讓它慢燉 15分鐘 20分鐘燉到 燉到它開鍋 好這個第一道菜我們就 大致上就完成了 最後看如果麻油不夠香 我們可以中途再加一點麻油 如果不夠鹹 你們也可以再加一點點鹽 那我是放糖代替我們的雞精 因為糖會有一個提鮮作用 所以我們就讓它滾一下 好現在我們第一道麻油雞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在這邊再讓它開火燉煮 20分鐘到30分鐘的時間 讓雞肉更入味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我們的第二道菜 客家小草 我們先把鍋子稍微熱一下 先開小火預熱 那因為客家小草的由來呢 是因為客家人很敬天 那他們通常都是大家族住在一起 然後初一十五都要拜神 還要拜祖宗這些 所以這些麻油雞 剩下來的三生雞啊豬肉 他們都要再想辦法再做些另外的料理 所以客家小草是這樣子有的由來 然後客家小草我們需要準備肥豬肉 三層肥豬肉 我今天準備的沒有帶皮 比較好咬 然後準備魷魚 魷魚我準備的是乾魷魚 我們把它泡水泡一天左右 一天你說想要軟一點就泡兩天 我喜歡稍微有口感嚼勁的話 比較香 所以我就是泡了24小時 然後我們要準備芹菜段 然後豆干大蔥大蒜 還有兩粒的冰糖 冰糖是讓我們的豬肉 我們的三層肉能上色 首先呢我們先放一湯的油 我們不需要太多 因為待會 待會這個三層肉中間就會再跑出油 不需要的油 只是把它爆香炒到金黃 把它的油逼出來 吃起來比較健康 我們爆炒的同時 等一下我們就下冰糖 讓它去上膠色 好我們讓它在這邊炒的時候 然後我們現在來把我們的豆干切一切 豆干我是把它破半 然後再切長條 盡量跟我們的魷魚大小差不多 我們待會等到豬肉上色以後 我們待會就會丟蒜 蒜片進去 然後我覺得它現在開始已經有 開始出油了 所以我把冰糖倒進來 然後一定要把它煸到有一點點恰恰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把大蒜切一下 這邊大蒜切片 然後在蒜片接下來我們就要放魷魚 我們先把魷魚趕快把它切成長條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豆干的差不多的大小 今天所有的切的都是大小差不多長短 好現在已經看到我們的肥豬肉開始已經有金黃色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蒜丟進來 蒜片 然後魷魚進來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辣椒切一切 好我們現在把我們的辣椒切一切 本来应该是要找有一种像那个拇指 大概拇指宽长度大小的那个辣椒 可是我因为在市场找不到 所以我就临时改用一般的辣椒了 就是有什么辣椒我们就用什么辣椒 因为辣椒是用来配色的 然后我们要放一大匙的蚝油 两汤匙的酱油糕 白胡椒 台湾人的做菜通常都是油葱酥 跟白胡椒用的量非常多 也非常大 然后我们继续让它炒 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点上色了 然后我们让它在这边继续在酷子里面 让它爆味道入味一下 我们这时候来切我们的芹菜 我们的芹菜我是把它拍了一下 因为我买不到那个很细小的那种芹菜 土芹菜 所以我就把它买这个比较大的芹菜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切一下 拍打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我们的芹菜 到时候防止出味 那如果这个中间如果还太大块 我就把它切一半 因为芹菜跟这个大蒜苗最后是只是炒味道而已 我们不需要把它炒很久 应该是要炒小蒜苗 但是我在市场没找到 所以我们就用大蒜苗了 如果太大我就把它稍微切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 我们的葱 我们的蒜对不起 全部都下锅 我们的辣椒也下来 好 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 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 姜油 我们的芹菜跟葱 我们是希望它的口感是有点脆脆的 不需要煮到非常的熟 所以在起锅之前 我们要加一点麻油跟乌醋 让它的味道更香 就淋在锅 这样淋着就好了 基本来讲我们第二套客家小炒也差不多 就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第二道客家小炒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盛盘的动作 有的时候吃饭呢 是一个色香味俱全都要有的 有的时候是炒得很漂亮 但是我们希望盛盘的效果很漂亮 有时候器皿就非常的重要 像这个器皿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器皿 它用来做中餐西餐都很好盛盘 好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客家小炒 第二道菜 客家小炒 完成 我们在这个锅中煮了一些面馅 因为麻油鸡也可以配搭面馅 也可以配搭饭 那我们就 因为面馅通常是比较好消化 所以我们就用面馅 一方面呢 因为麻油鸡上面的一层油 也是那个麻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那个麻油也可以在拌面馅的口感也很好吃 好 这个麻油面馅也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加一点我们刚才用酒泡的狗鸡 因为让色彩漂亮一点点 然后麻油鸡上面也加一点点 好 我们的麻油鸡和麻油鸡面馅也都完成了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汤汁 可以多加一点汤 因为那个面馅会吸麻油也会吸汁 好 基本来这就是我们的麻油面馅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麻油鸡 客家小炒还有麻油面馅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跟着食谱一起做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